跨年夜出油烤肉 橋上機車詭異拋錨 男同學專注修車 女大生卻離奇失蹤 消防員徹夜搜尋 家屬撒名紙哭斷腸 新聞台神秘錄音 哭喊爸爸快來救我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星海橋女大生 失蹤彌岸 小佩 她叫小佩 小佩 小佩 一塊一塊兩塊脫掉 那時候把我要去烤肉 這樣吃氣 就沒回來了 王爸爸拿著小女兒的大頭罩 內心相當煎熬 扶著女兒誓死誓活 她只希望能再見她女兒一面 本來載著王小佩的范同學 經過星海橋往新莊方向 機車突然拋錨 范同學牽著機車走在前面 沒想到一回頭 卻不見王小佩的蹤影 我要知道你機車停的點在哪裡 你跟她講 你要講親自一點 誰給你簽車子 簽到下面記得 范姓同學一直盯著 被打撈上岸的白色安全帽 點著頭確認 這就是當時王小佩戴著的安全帽 面對著王小佩的爸爸 范同學什麼話都說不出口 上了聊些什麼嗎 沒有聊過什麼 她是不是你女朋友 不是 不是女友 我卻每天下課騎車載送回家 另外調閱通年紀錄 人消失之後 范同學打了119 和其他同學的電話 就是沒打給 不在現場的王姓女同學 令人不解 我的同事 當天是跟著王小佩的父親 在星海橋下採訪 回來做新聞的時候 突然很緊張地換謊 你聽聽看 這段錄音說什麼 爸爸 你快來救我 爸爸都怪你 如果你真的在腿里駕 腿里文明 你趕快上來 你趕快上來 如果你真的在腿里駕 腿里文明 你趕快上來 你趕快上來 就是說你去找一找看 然後順便就給他發動就騎下來對不對 對 對 我就發動 因為還要叫我幫我把車的騎下去 你是發動騎下去了嗎 對 發動騎下去 我發一次就騎下來了 很奇怪的 你們確實有上星海橋就對了 對 我們覺得有上星海橋 被人家幫助也不可能 被人家一堆下去也不可能 來 聖光 聖光 來 聖光 聖光 來 聖光 回頭 回頭 往往水沈 微酸性電解磁磁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 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沈物化器 來噴這個水沈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沈 隨手噴 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購